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的我看见了 我数了14个字 我可记不住 你说说吧 应该是西班牙煎鸡腿 煎鸡腿 配上老北京烤馒头片 经典西班牙家常菜 配上老北京的传统主食 一中一西 会混搭成怎样出其不意的精细 最鸡馒头片马上交给您 需要准备的主料有鸡腿 馒头 调料有白葡萄酒 熟芝麻 白胡椒 大蒜等 这是怎么个搭配呢 其实这个菜呢 真拿馒头来了 拿馒头来了 中西结合 其实这个菜就是一家常菜 所以咱们中国有家常菜 国外也有家常菜 好 那我们一边坐一边来讲这道菜 行 咱们先点上火 点上火的同时咱们先搭搭蒜 来四边算 一定要蒜汁 是吧 咱用这个蒜跟香菜做一个蒜油 所以靠剁是不行的 比如说用刀子来剁是不行的 对 咱们切点香菜 你现在就把锅热上的原因是一会儿要煎鸡肉 对 所以我要热一点的锅 但是鸡肉现在你用了任何的东西马锅底味吗 我只放盐和胡椒 刚才已经放过了盐和 一会儿一会儿放 之前我们就放 好 其实西餐的做法在细节上跟中餐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对 稍微有点区别 但是咱们尽量做成家常的做法 因为咱们这是大家都能学会在家里做的一个菜 对 也别差太远了 所以看见刘欣师傅是在倒蒜的罐里面割了几粒蒜 还割了一些香菜叶 他说他要用到蒜油 对 我就想把蒜捞捞 跟香菜混在一起 大家也明白这个油是怎么来的了 因为刚才我们真的往里面放了油 一般我们就是有打碎机 用打碎机把蒜和香菜混在一块 然后打碎机一打 打成了一个酱 但是在家里麻烦 还得拿打碎机 但即使打碎成你说的那种香菜和蒜的酱 我们也应该加一些油的对吧 对 也是要加油的 也是要加油的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做法更加常 而且更容易进味 明白了 蒜和香菜融到一起的时候 这个味道跟橄榄油在一起 它这个味道可以出来 对 这样也好 这样碾出来的味道也比较天然一点 制作醉鸡馒头片重点不久一 调制蒜汁 准备四瓣大蒜和少许香菜 加入橄榄油和适量的盐 一起倒成香菜大蒜汁 这是此道菜品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 下面一步 煎鸡腿肉 行 这块锅热了 再继续压一压 然后咱们拿点盐 胡椒 好 盐和胡椒 咱们放点盐 现在锅热了 刘欣师傅准备煎鸡肉 这个是鸡腿肉 对 咱们放点白胡椒 这鸡腿肉我选上带骨的 我看见了 我刚刚想问你 为什么不去骨呢 因为我觉得带骨 那个啃骨头 那个感觉特别香 我想想啊 因为待会要配烤馒头 对 也不会像吃米饭那样 哗啦哗啦的往嘴里爬了的吃 所以不怕咬到骨头啊 我每次都把锅放得这么热 因为我放的是橄榄油 橄榄油还是热锅凉油 所以说 其实即使不是 就是普通色拉油 也是热锅凉油 来煎东西好一点 对吧 对 煎东西肯定是热锅凉油 更好一点 对 所以这个鸡肉 只是用一点盐和白胡椒 码了一下味儿 并且没有经过腌制 对 给大家看一下 早好的 香菜和蒜油是这样的 你加了一些橄榄油 刚才 嗯 这种感觉 差不多了 可以了 很香啊 嗯 真香 好 我们现在是在煎鸡肉 煎鸡腿肉 对 这鸡腿肉煎的时候啊 尽量把皮朝下 嗯 这皮朝下呢 能让它更煎得更脆 而且能把那个油 都煎出来 嗯 不要轻易的 有的人那个做菜啊 特别喜欢 来后来去炒 对 然后来去搬 这个煎东西的习惯呢 就尽量让它保持一面 金黄色之后 嗯 然后咱们再翻个 嗯 我在想我为什么老急着扒了哈 嗯 就是我老不相信 它不会糊 你怕糊了 是吧 嗯 我好觉得 万一呢 这怎么办呢 这 您您现在可以听到清清淑淑的 嗯 听到这个水声 这个鸡肉就在里边这个水声会出来 是啊 听到这个水声了呢 就 保证您糊不了 明白了 就是经验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 你就不用担心 对 你看 我给您翻一个看看啊 嗯 这还没上色呢 哦 真的耶 咱们翻中间一个 中间火最大 哦 没上色 对吧 所以你看 在厨房里有时候人呢 就是因为经验不足吧 就会常常自己乱自己的镇奖 嗯 一看这上了烟了 然后就觉得里头噼里啪啦的 老乞呀 嗯 是不是下一秒就糊了呢 老费这么想 这是肯定的 就是说 这个您做多了啊 多做几次啊 经常在家做饭 慢慢那个自己就上门自己就找着了 就找着感觉了 对对对 啊 这面已经坚重了 已经有点金黄了吧 是 但是那个这个块大着的 哎 这么直接翻翻啊 看看 这块 中间的 你翻翻它 哎 有金黄色了 对 有一些块小的可能就比较容易成熟一点 对 对呀 真棒啊 现在 你看到了 嗯 这个油呢 从那个鸡里边出来一些油 嗯 鸡皮里有一些鸡油 对 然后跟橄榄油混在一起 混在一块 对 一会儿这个油会充分的发挥作用 嗯 这个菜的精华呢 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个馒头片 对呀 那个馒头片一定要蘸着这个油和那个那个葡萄酒一起吃 因为这个菜在国外呢 也是一个就是上来热腾腾的啊 嗯 有一个带汁的菜 对 带汁的菜呢 一般都用面包 蘸着吃 蘸一点 嗯 但咱家里谁不喜欢吃面包 对 不习惯情绪啊 我喜欢吃馒头片 对 嗯 话说面包跟馒头到底区别在哪呢 经常有外国人问我这个问题 嗯 你可以这么回答 说你们这个馒头 它为什么跟面包它就不是一种东西呢 如果说非要问这个 嗯 面包跟馒头片的区别 嗯 你就这么跟它回答 嗯 馒头片呢 嗯 是蒸出 馒头什么馒头片 说馒头片 你说 带勾里句了吧 馒头 馒头是蒸出来的 哎 馒头是蒸出来的 原料都是小麦面粉 对 对吧 对 让我们家的这个是蒸出来的 对 你们家的那个是烤出来的 对 那我们就这个火也开 我们再 咱不是准备烤馒头吗 拿那个 我们再烤着馒头 天哪 我们就少放一点点油啊 嗯 轻轻放一点油 不要多 等于让那个锅底润一下 哎 润一下锅底 嗯 然后我们就直接烤馒头片 所以如果是在 我们假装 我们现在是在西班牙 嗯 他们实际上就没有这个步骤了 直接把那个买回来的面包搁到篮子里往桌上一扔就行了 对了 就没事了 嗯 我特别期待着什么时候用我们捣好的这个香菜蒜油 嗯 那个是最后的步骤 最后的步骤 那烫起来 除了白葡萄酒我们也用不到什么了 好了 我觉得现在你听 对 这吃基本上就合适了 合适了 金黄色焦焦的了 看上去已经很焦了耶 对 嗯 这时候呢我们就 这白葡萄酒 直接加白葡萄酒啊 我们就直接加它 哦 嗯 是焦火的耶 看 有火苗跳出来真棒 对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收汁的过程了 你用的是干白 所以对白葡萄酒的选择有 是 其实家里啊 如果咱们有剩的那个白葡萄酒没喝完呢 嗯 咱们就直接往里倒 嗯 就倒这个白葡萄酒就可以了 明白 如果家里呢 没白葡萄酒 我们先出去买去 嗯 那咱们换酒 家里有 有黄酒吧 好 可以倒点黄酒 有二锅头 倒点二锅头 明白了 喜欢什么酒 就可以倒点 你说倒了黄酒呢 就变成是浙江版的醉鸡 没错 如果倒二锅头 就是北京版的醉鸡 北京版的 今天我们这个是西班牙版的 对 西班牙版的 用干白 嗯 干白呢 应该是比较偏清香和酸的那种口味的酒 如果是这样做出来的那个鸡肉 会不会也带点酸的酸的口味 因为我们肯定要是要把酒的味道挥发出去 嗯 我们把酒的味道挥发出去之后 它就不会有酸味了 嗯 你会吃到那个香味 和那个 和泡汁的那种味道 那这时候呢 等这个酒挥发之后 嗯 我们再稍微 在这个 要盐糖吗 在这个汁里啊 刚才您倒好在汁里啊 咱们稍微加点盐 咱们就不用在那里边加盐了 然后我刚才在想 嗯 虽然它会没有酸味 但是这不需要一点糖呢 嗯 我是不喜欢放糖的 明白了 我觉得放糖会 会有一点甜 但是 谁要是家里喜欢 喜欢吃甜口啊 嗯 咱们也可以加一点糖进去 试一下 就是 你的原主得得得 一聊天 还好还好 香那个边缠一手啊 要筷子吗 不要 没问题 哎 馒头片 不是 别忘了 稍许有一点点 我们要的就是一点点火候的感觉 对 吃的时候把它稍微刮下去一点 这馒头片烤的时候啊 嗯 就还是得小点火 还是得小火 别太大火了 对 你看这个白富的酒的味啊 嗯 你也闻一点 嗯 基本上跑 烤梅了 对 没有什么太多白富的酒 没有那种 对 但是确实有一种果香味 但是鸡已经醉了 哈哈 这个好 这个人不醉 鸡醉 对 这 这时候呢 嗯 等那个水汁 基本上 所有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醉鸡基本上就做好了 啊 这时候我们就关火了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关火了 我们关火把刚才您帮我打的这个汁儿 让我们下一个 这里是香菜和蒜末 对 加了橄榄油 这个香菜还可以换成是别的香料吗 香菜的话 如果你不喜欢使的话 你就直接用蒜汁 用蒜汁也可以 直接用蒜汁 不喜欢吃香菜的 蒜汁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这个香菜和那个油 煮在一起 很棒 哎 你搞的 行 其实可以关火了 我觉得 那边 哇 完豆片好了 嗯 不行 这片子不拿出来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嗯 好 好 完豆片已经准备了 完豆片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盛一下 嗯 哦 要用这小瓦包啊 看 我们的中式瓦包 中式瓦包 我们一定用中式的东西 看好了 我们发扬中式的东西 嗯 哎呀 倒出来的时候 那个香菜蒜汁的味儿 好香哦 嗯 这道香味浓郁 好吃到不想停嘴的 醉鸡馒头片 制作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 撕把大蒜 加上少许香菜 橄榄油 盐 一起倒成香菜大蒜汁配用 第二 鸡腿肉剁成块 撒盐和白胡椒粉 放入锅中 一直煎到颜色焦黄 倒入白葡萄酒 慢慢收汁 当酒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 浇上香菜大蒜汁 搅拌均匀即可出锅 第三 将馒头小火煎成两面金黄 与白酒醉鸡一起端上餐桌 馒头片呢 一会儿拿起来 蘸着下边这个汁 配上那鸡肉一起吃 所以你看汤汁其实就是纯的干白 葡萄酒 对 然后里面有少许的盐 有我们后来加进去的这个香菜 蒜汁 蒜汁 就这些东西 有了这个西班牙醉鸡 老北京烤馒头片 吃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干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锦囊里面 还得请刘欣师傅 再教我们一个特色的西班牙的冰饮 我叫桑格丽亚酒 那个酒呢 配上这个醉鸡一块吃 天天锦囊 今天教大家制作一款清爽冰凉 提神醒脑的西班牙水果桑格丽亚酒 您需要准备红酒 碳酸饮料 苏打水 碎冰 还有石令水果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苹果 梨 柠檬 蜜桃 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步 柠檬切片 剩下的苹果 梨和蜜桃都切成小丁 一起放入大容器中 倒入家里剩下没喝完的红酒 直到将将没过水果粒为夷 然后将它们放入冰箱冷藏12个小时 让红酒与水果的香气充分融合 第二步 将腌制好的水果红酒倒入大瓶子中 红酒的量是水果的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之后加入等量透明的甜味碳酸饮料和苏打水 根据自己喜好添加碎冰 最后再装饰几片新鲜柠檬 就这样 一款甘美诱人的西班牙水果三格丽亚酒就做好了 藏在酸甜口感的深处 略感微醺与清亮 尝上一口真的很销魂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